抱走皮条客 拉皮条的呀 他说立东师傅想请问一下 柜子和墙面不水平的话 你是用什么方法校正的 因为看你门板调的缝 特别漂亮 柜子水平肯定也是板板正正 很期待你出一期教程 其实这个很简单 都不用出教程 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木工也好 大板工也好 墙面都会找水平的 也就是说刮大板的时候 他也会按照水平去刮这个墙 如果说这个墙歪 他会水平移给他找正 但是呢我衣柜也是 我衣柜立上以后 我肯定是先保证我衣柜的垂直 我衣柜不歪 必须是水平的 然后他靠墙的地方 如果说墙不平 肯定就是上下缝就不一样大了 然后按照柜子 去找这一个墙的水平 这个肯定是要保证柜子正 不要管墙 有一个角或者是一个面 靠上墙的就OK了 所以说你墙上你盖垫的垫 往这下面再敲的敲 把柜子保证水平就没问题了 然后柜子立上以后 靠墙的位置会有缝 等刮大白的时候 按照这个缝的大小 大白再去找水平 能理解不 春天是一种吃的 其实他这个问题 现在回答已经有点晚了 我估计他这个柜子 都已经用上了 但是呢我现在还是要给大家 回答一下 希望能遇到这种问题的人 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 没忍住自己动手 做了一个衣柜 是网上找的材的板材 用的是二合一 开潮用的是修摘机 昨天把柜体拼起来了 但有点晃了 不知道是我二合一没装好 还是什么问题 如何加固这个柜体 首先它晃 它是怎么样一个晃法 是你那个板与板连接的地方晃 还是说你把这个柜子 给它立起来以后整体晃 然后你这个柜子 有没有背板 有背板的话 这个柜子你盯上以后 这个柜子应该就不会晃 如果说没有背板 晃是正常的 肯定会晃 如果是你板与板连接的地方 晃 那个地方松 那就肯定是二合一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那个二合一的槽 可能是拍的有点浅了 你只需要把那个槽 重新给它拍一下 然后让那个槽再深一点 让那个二合一的卡件 能够紧紧的抓住 那个定位螺丝 它就会好很多 但是呢 这个它不动了 你整体柜子立起来以后 如果说没有背板的情况下 柜子整体还会晃 这是肯定的 也是必然的 半斤八两的果壳 他说有个问题 双眼皮走边价格是按照青钢龙骨掉顶的价格算了吗 当然不是 双眼皮走边价格要比青钢龙骨那是掉顶那是一个价 双眼皮是另外一个价 而且双眼皮没有多少钱 如果说哪个师傅把双眼皮的价格按照青钢龙骨掉顶的价格去算的话 那大概率你就是对限了 39379602273 他说师傅请教个问题 如果300的柜子宽 要里面做抽屉 轨道一根12毫米厚 抽屉的宽做多少 可是 是这样 正常的三节的滑道 三节的抽屉滑道 就是这一种 这是现在这是两节 另外一节被我抽了 我安在抽屉上了 它是三节的 三节的是三根 组装在一起 它的厚度是12.5 做抽屉量抽屉尺寸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滑道的厚度给它减掉 一副滑道 加在一起 厚度是25 我正常呢 都是减掉26 现在是643 减掉26 就是617 如果说你的柜子内部尺寸是300宽 那你300 你就要去减掉这个26 或者是减掉25 就剩275了 你这个抽屉的外面最大成分 就只能做到275 不能大 可以小一毫米 如果说你大了 你可能就推不进去 小只能小一毫米 你不能小太多 如果是这一种在缓冲的滑道的话 你小多了 你说你这个抽屉一下比这个空 按上轨道以后 一下小了三毫米 那你这个抽屉 大概就是不顺畅 然后你可能啊 就推进去一半 然后你就推不进去了 然后呢 有时候还会 推不到根 它自己不往里回 原因呢 就是你小的太多了 它这里这个挂钩 它勾不住了 它往里推的时候 这一个 它勾不住 所以你就是抽屉进去了 这一个卡住了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如果说你做太小的话 你这个滑道 你往里抽拉的时候 就特别紧 非常紧 然后你推到这里的时候 这一个弹簧 它的力不够 然后推到这 这个位 这个抽屉又卡在那了 抽屉呢 对尺寸的要求 还是很高的 反正我正常就是 减26 再看下一个问题 离子锡 它说请问一枚到底呢 不做拉直器 可以吗 不一定 看是你柜门 是什么材料 如果说是密度板 或者是颗粒板 你可以不放拉直器 但是超过两米以上的 我还是建议你放上 虽然说这个拉直器 用处不太大 但是多多少少 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用处 那既然说到拉直器了 咱就聊一下拉直器 拉直器这个东西 有人说是智商税 有人说 挺有用 你认为它有没有用 你可以打在评论区或者说弹幕 我们来交流一下 那个我个人认为拉直器 了剩一无 反正就是有总比没有强 那个东西吧 就是往白了说 就是它只会锦上添花 它不会雪中送炭 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你的这个门板变形了 而且说弯的挺特别厉害 这一种拉直器 它就拉不过来 你知道那种状态吗 它调不过来的 就是特别大的那种弯 它拉不过来 但是呢 有一点半点的小慢弯 它可以调过来 但是这一种小小的慢弯 对这个柜门的整体影响 不是不说没有 但是特别小 所以说这个拉直器就是 只能锦上添花 不能雪中送炭 下一个问题 岭南灯火 它说可不可以自己更换脚链 型号尺寸都和原来一致的情况下 担心螺丝孔拧开 又握定力不强了 柜门的盒业坏了 你自己可以换 完全没问题了 可以换 你只需要小心一点 那个棍门上的那两个螺丝 拧的时候别太大劲 那带上劲就行了 你不要说我损失拧 不要那样 损失拧一拧就拧坏了 没问题 可以换 如果说你家里 那个哪个盒叶坏了 你可以买一套 买一套试一下 然后试着调一下那个盒叶 很好调的 然后是风雪思归 他说师傅 我想问问请木工安装 是否可以用多层板 做柜体 板材厂 担好封边 可以啊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你随便找一个木工师傅 当然了 你这个木工 你需要找一个专业的 不是说大街上随便拽一个就行 找一个专业的木工师傅 然后你告诉他 我想做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做什么棍 你让他去你现场给你量尺 然后去下材料 也就是说 那个板需要产生多大 他给你下好尺寸以后 你就拿着单 买材料 然后让他们 那个给你拆好 分好边 拿回来 就行了 很简单 直接和当地的木工师傅 直接交流就行 再看下一个问题 这一串的字母 应该不是什么名字 他说 想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颗粒板加装 越来越普遍 颗粒板可以 风边接风边吗 方便裁接和 颗粒板 颗粒板 必须得风边接风边 你不管是EVA PUR 还是激光 你都得风边接风 总共放颗粒板 不太好放 然后方便裁接和 颗粒板 颗粒板 裁 可以裁 就是涉及到能不能裁好的问题 颗粒板 它的外面有一层压的特别硬 就是锯末的压的压的特别密 特别硬 如果说你锯片不好的话 裁完会崩边 单锯片裁颗粒板 那它必爆边 必须得是纸母锯 或者是开料机 如果说你用手机锯裁的话 也会爆边 只要你能接受这个爆边 就没问题 颗粒板 做柜子 不是说谁都能做 不是说你想这么做就这么做 第一个颗粒板 你钉钉的 不行 如果说你这样连接 然后你从这往上钉钉子 你大概粒你是钉不住的 因为颗粒板 它的截面 也就是那个小粒面侧面 是不吃钉子的 你钉不住 你除非你用那个三合一 或者是用那种大螺丝 但是如果说你用螺丝的话 用螺丝钉往上拧 你首先你得用一个2.5的 或者是2.8的小钻头 先给它钻个眼 然后再拧那个螺丝 如果说你不钻眼的话 这个颗粒板 螺丝一拧 直接就皮两半了 颗粒板做柜子 是有方式方法 不是说随便做的 它跟这种生态板 木头的不一样 然后他说颗粒板仍然用推台 封边二合一开槽就可以搞定 还是需要另外别的工具 这些都可以搞定 一个推台具 一个分别机 一个开槽机 做颗粒板完全没问题 但是你工艺上要有所改变 开槽机 看完二合一槽以后 你那个往上拧螺丝 也是不能直接拧 也需要先钻个眼 也就是说会比生态板 多了那么几套工具 会复杂一点 会慢一点 做是没问题 可以做 然后是帅女将 他说师傅 窗粮舌直接在顶上划线 定木龙骨 然后在木龙骨两侧 只定石膏板 你怎么看 质量能顶得住吗 首先我跟你说 这样做的缺点 等你这样做完一个窗粮石 大概率这个窗粮石 可能是会出现这一种 拐弯的 因为那个木方 它是会变形的 你单纯的只靠两成石膏板 去夹住这个木方 不让它变形 那是不行的 它夹不住 再然后就是你安装窗粮滑道 因为你没有底板 你安装窗粮滑道的时候 你还要往盆上打盆上螺丝 往盆上打眼 下状态 然后去拧这个滑道 所以说我不建议这么做 这么做的话会出很大的问题 然后下一位用户 163322 算了不念了 他说师傅你好 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如果做四门衣柜时 中间树胳板没有在衣柜中间 但是棍门均分一样大 那在棍门打孔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相应调整一点孔位 这个打孔是打什么孔 你指的是打荷叶孔吗 打荷叶那个脚背的孔吗 如果是的话 你不用留 你就是开在正常的位置 如果说你边上留大的话 那你这个门大概你是关不严的 也就是说这个门靠核叶的位置 它是贴不上柜子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差在哪里 差多少 中间那个核板没在正中间 它差多少 如果说差的少的话 可以补救 你可以换个核叶 或者说在旁边再定上一层板 然后去换一下核叶 看一看你这个部门能不能调过来 像这一种中间的立板 没在正中间 它偏了 偏一公分没问题 偏两公分也没问题 都有办法补救 如果说你偏太多的话 就不太好补救 你大概率那个核叶 你是调不过去的 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情况 大概率就是门子各做各的 这个门不一样大 具体的去怎么样去调整 这个还要现场去看 去看你差了多少 我这里没有办法 给出你一个具体的尺寸 你具体的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整这几个中间的立板那个核叶 这个要现场看 这个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去怎么样去做出调整 是随机应变的 行吧 就就到这里吧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还请打在评论区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你要是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还请点赞关注 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